老哈我们又来了 今天我们要吐槽郑青春 这部剧是由樱桃和论东刘敏涛主演 听听清一色的实力派 可不是吗 但是女主是吴景岩 自打延续攻略大火之后 吴景岩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 告诉我们魏英洛的成功 他完全是个意外 他后来主演的说走就走之 不说再见 浩兰转幸福来敲门 啊我的天 豆瓣平分那一个赛着一个的第一 念远的第一个哭人说 我真的带不动啊 尤其是他幸福来敲门里的哭戏 哇塞 简直就是灾难 这哭戏拍的 你看他笑的多开心 表演痕迹太重啊 只能说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演戏 我以为就凭这场哭戏 以后应该就没人敢找他拍戏了吧 然而还真的有导演他就不信息 这不正青春导演继续找他做女主 而这次的陪衬呢 换成了樱桃和论东左小青刘敏涛 就说这卡斯阵容总该能有点起色了吧 好家伙 我知乎好家伙 吴景言这万年不变的演技 着实是带不动的 就这样我们话不多说啊 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他叫张小鱼 他和魏英洛一样 聪明机智正直善良 帅真大胆 真性情 专业能力一流 技力超取 凭借着从小在衣物小商品长大的经历 在商场做化妆品实习生 凭一人之力 带领一十八线美妆品牌 成功地荣登了商场销售冠军宝座 也因此 吸引了跨国美妆公司高管林瑞的注意 张小鱼呢 卖货实力真的是全靠忽悠啊 想知道他的成功秘诀呢 还真的不是一般人能醒的 遇到柜台呢 有人闹事退货 店长都搞不定的人 他一个箭步就冲上去了 那神情怎么看怎么不像是趁假的 说实话啊 真的受不了吴景言的演技 就这一惊一乍的浮夸表情 是的呀 不是 你说话就一定要张这么大的嘴吗 我的天哪 为了证明自己化妆品是食品安全级别的啊 他就直接挡着顾客的面 把化妆水喝了 我的天哪 我就想说 这都是什么神仙剧情啊 你这是脑子有炮啊 你是真的不怕直通ICU啊 哎呀我的天哪 开除那是理所应当的了啊 那是必须的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种沙雕行为啊 这这竟然有人觉得很牛掰 我的天 这一下征服了外企霸总林瑞 给他留了张纸条 让他明天去蔑视自己的助理 哎 这前脚呢 林瑞刚走 后脚女主就把纸条扔了 这玩意 画面一转啊 女主尽心打扮后呢 去见了自己好了五年 等了四年的异地男友 哎这红灯等的呢 真的是浮夸的表演 入耕在红 这人设我觉得真的 绝对是个傻白甜恋爱恼 然后呢 女主万万没想到 一见面 男友就给自己一封信 哎 他就这样被甩了 被甩之后呢 他开始在广场上 疯狂摇头晃脑 加上面部扭曲 加上五官猙獰 加上大声嘶吼 就是整个剧情就瞬间 他就诡异了起来 说实话 我们真的不是黑 三年了呀 吴景妍的哭戏 还是这么的让人跳戏 表情管理失败是标配 看得我俩直翻白眼 我想喊救命 感情受挫后的女主呢 得知原来是自己的前男友 在外面劈腿其他女白领之后 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情 竟然是 原来他喜欢职场女性 他不爱我 一定是因为我刚毕业 我的妈 不是 您这脑回路 那是相当的清奇了呀 哎 可不吗 完事之后呢 女主就连夜跑回去 找自己扔掉的面试纸条 哎 第二天呢 他就去SW外起面试了 而来这的原因呢 还有一个 就是刚巧 他的前男友 他也在这个楼里上班 好巧啊 哈哈 第二天面试时 遇上了同样来面试的关系户啊 海龟女林萧萧 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 就这散装英语 你跟我大壳秀啥呢 吴景言都比你说的好 真的笑死我了 后面呢 女主一路半开挂啊 顺利的和一起面试的 海龟林萧萧 打了个平手 女总监呢 就决定把这俩人一起留下 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试用期 一个月后呢 再决定谁是留下来的那一个 殊不知林萧早就决定好了 最终留下谁淘汰谁了 哎 这 嗯 可怜的林萧萧自己 怎么给别人当陪跑的 他都不知道啊 你赶紧走吧 哈哈 而女主呢 不愧是女主啊 在其他同事交代事情的时候 她在走神的同时 复述出很长一大段话 就这激励 复读鸡天文都哑口无言呢 哈哈哈哈 在领导开会的时候 一个实习生 可以在桌上 公然嘲笑 哎 这尬笑真的是 尬得我脚趾抠出一座 这个女亚托兰蒂斯了 呵呵 还有最善人的 那得是在公司楼下 遇到了自己前男友 一顿神操作 给我看梦了 哈哈 咱先不说这狗血的剧情啊 但是我给女主这剧本 一会儿让哭 一会儿让笑的 着实是吓死我了 哈哈 不是 像不像大宝贝的 今天吃哪个孩子 哈哈哈哈 说实话 真的是看不下去啊 拜托吴景言 你给观众的眼睛 留条活路吧 是呗 职场之后我就想说 这是啊 尬不尬呀 骗我们这些普通人 简单学习学习 上个二本 就能在一线城市 境外起 轻松打赢全美商学院 排名第三毕业的 海归精英 我的天哪 别逗了好吗 就这种职场杀雕剧 真的少点玩啊 简直就是乱带节奏 对 我就想说 太和现实不符了 主要是 最后呢 林萧萧一波自杀式的操作 在女主办的活动当中 把买一赠一的赠品 换成了过期商品 真的 本来我以为 女主就这么凉了 但是呢 一封陈情信 就这样 莫名其妙地把霸道总裁 感动的那啥也不是 完事呢 就把她给转正 成为了正式助理了 然后 林萧萧呢 也被留下来了 哎 万万没想到吗 编剧你是吃屎了吧 写出这么恶心人的剧本 真的是够了啊 你当跨国大厂的内部监制派员 跟你一样是吃屎长大的呀 哎 我跟你讲 说不定她真的这么觉得 就一部剧啊 没播几集 就采了二本生 刘先生 设处三个群体 啊 这边建议您 还是干净爬开吧 不然我这铁锤 就要弄你脸上了呢 剧情呢 需要大段大段的 内心旁白 来帮忙解读 也不知道 是演员演不出来呀 还是编剧导演 他拍不出来 尴尬的鸭皮呀 就算是有啊 樱桃姐和闽桃姐 也留不住我了 男演员 咱就更不想提了 何人都一出场 我的天 这脸上的腻子挂的有点厚 这虎背熊腰的身材 那是真不错呀 可惜 依旧不是我那挂的啊 老白了你妹 就这句啊 真的是尴尬 又不符合生活啊 就啥也不是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哎呀妈 我也想洗洗眼睛 最后 求求吴景言 放过演一圈吧 直播带货 其实也是一条好处 不妨就试一试 是吧 好主意 真的好主意 最后啊 小可爱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想说的 我们还是可以互动拍子的哦 别忘了看完 点赞收藏加关注啊 我是小贾 我是大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爱你